好 预色排在第六 看下法 这个下法也不进入人意 那么之前呢 中国队的邓舒蒂就是因为 在完成分上受了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目前在已经比完的三位运动员当中 排在了第三位 邓舒蒂呢在今天 这个单向决赛当中 他也比了之前的自由操 并且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拿到了一枚金牌 我们知道同场比赛前后可能也就差 一个小时 所以运动员的体力消耗非常大 而刚才我们看到邓舒蒂在调环上的表现呢 确实是 有些体力不支 才导致的完成质量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小林炎野的调环得分 排名第四 14.850分 难度6.4 他的难度是 出场的 最后一段时间呢